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水平聊 水平打環節啦 那今天我要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真傳奇關卡 寄生校園的惡意 沒有問題 那上次基本上我們已經打到這個 收集護備卡的人們了喔 這邊的話一大堆的這個五尾熊 還有這邊的這個大追鳥 碰大追鳥 那再來是我們這個當孝則對上法則的喔 那上次基本上好像是也是被這個西瓜皮弄爛啦 因為我們上次帶來的隊伍是這個 然後西瓜皮的話我通常都是用那個 一心雙拼來解決的 因為沒有把他緩速幹嘛的話 其實還是定難的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來個 沙發先輩跟我們緩速的那個 一心雙拼 很久沒有讓他們登場了 今天來一心雙拼一下好了喔 一心雙拼蛋 是我們的沙發先輩 好不好 這邊來一隻飄龍貓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那是什麼 我們這邊的那個就是那個 喔 超能力貓貓 喔 沒有問題 這樣子 然後完全下來 這樣子走起 然後裡面還有就是我們那個古代種的 所以帶一個打這個古代種的生物的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來派一下 看一下派誰 這邊有誰是比較會打古代種的咩 這邊好像就二輪組吧 我覺得二輪組還是比較靠譜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走起喔 遇到西瓜皮 以前我通常都是直接 一心雙拼 處理喔 來來來 很久沒有一心雙拼了 今天來拼一下 那這邊還有這個古代松鼠 幹嘛吧 來來來 然後看看五貓 多一點沙發先派 然後這邊的這個超能力貓貓 這兩隻應該算都是還蠻好量產的 應該就可以了 但就是怕那個什麼 大眼吼吼打到他們 然後讓他們就是一直抽出這個 的總火效果有沒有 讓他們沒有辦法發揮他們的能力 那就很慘了 我們這一把基本上是沒出什麼超級貓貓啦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還行的 來來來來 然後把這個山豬弄好就好了 而且這個西瓜皮啊 他被我們就是那個康康五貓弄到的話 好像也是會有那個緩速的 因為我們康康五貓這邊 緩速還蠻強的 不愧是一心雙拼 直接定到了 定到基本上我們就吃胡迪的了 來 然後這邊繼續緩速他 然後繼續這個緩速 看我們這邊 看我們要瘋狂扁 瘋狂緩速好像就還蠻行的 而且他已經一下kb了 一下kb之後的話 第二下kb就是他死掉的時候 可以喔 看起來是完全沒問題的 而且大眼吼吼這邊 都被我們打到後面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借這個機會趕快回塔 只是他如果再出更多大眼吼吼出來 我們自己也是蠻難搞的 結果反而覺得 就一心雙拼是不是要多一個新人啊 那個康康五貓 一直在用他的手的時候 然後打到那個耶 打到一個那個緩速的效果 還不錯 好沒問題 那這邊寄生校園的惡意解決 再來是這個昏貴金礦 來看一下 矛罩坑道 這邊有大雄耶 哇大雄的話 之前是用這套隊伍 好用一下 然後我們應該 那一套隊伍應該也是帶貓咪砲吧 好不好 就只有貓咪砲能夠對付大雄 各位 還是這關其實要打快一點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反正我們這邊貓砲可以都先留著 然後我們盡量打快一點 然後把那個 在黑熊來之前把這個關卡先解決掉 畢竟是才二星關卡嘛 你知道嗎 二星關卡沒有那麼的恐怖吧 好 然後4-3 誒 GOGOGO 拜託 Nice 開片開片 可以耶 但是我覺得這個紅色帝王好像 算有那麼一點點硬 然後如果待會就是沒有在那個黑熊來之前 先把他避了 那我們就會很慘 慘兮兮的那麼慘 好 這邊加一個我們的美女神 直接轟 哇 這大手收 直接把我們的黑鐵弄死了 應該帶可可帶地才對 好 可可帶地是打紅色跟黑色的 拜託了拜託了 弄死弄死 再不弄死 我們要完蛋了 罩隊伍應該是我們前一關打的那個隊伍沿用 哇 這紅帝王也是撐很久 這個如果 如果真的是時間上面的問題的話 我們待會可能 可以再讓貓飯全拍拍秀一下 因為他今天五點半的時候已經表現得很好 好 毛罩坑道 看起來是OK 這種速攻關卡 真的到時候 三星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就要比較麻煩一點點 再來是 愉快的強制勞動 唉唷 這關 不死鴨鴨出現了 然後我們上次是用這一套隊伍 然後也是小鷹還沒三接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早很早就開始打這個 真傳奇關卡了 居然居然 來來來 沒三人中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出一隻小鷹吧 哎唷 不行 感覺是魔劍士哥哥要幫忙插刀一下 這個小鷹啦 因為他沒有沒有三接 所以他沒有辦法就是那個 打地板褲子 偏麻煩 然後這邊先慢慢存錢包好了 希望這羊蜜蜜可以把我們給打死 拜託 拜託啦 把我們給打死啦 哎唷 沒有 沒有 沒辦法 繼續了 唉唷 來了 不是耶 我真的覺得我以前到底在幹嘛 他明明就沒有紅色敵人 一直要硬帶這個紅色敵人的這個角色 我真的是 搞不懂以前我在想什麼 完蛋了 JK告訴我 以前的我在幹嘛 而且我帶的是這個 我帶的是這個暫停砲嗎 笑死我了 不就好險這邊還有帶上那個初號機跟那個小鷹 不然那沒得打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到底為什麼 帶這什麼奇奇怪組合 快快快進化快進化 好像快要不行了 要不行了要不行了 靠 不是喔 到底帶那是什麼鳥隊伍啊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子 不對吧 不可能帶這一隊吧 我覺得帶這一隊都還比較有可能一點點 你看我們這邊還有這個 沙發神派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要再帶一個那個 不死熊 熊君 要不然就要帶一下那個 三階的那個小鷹了 魚的貓先下來 然後三階小鷹上去好不好 有三階小鷹應該就還滿穩的了 然後有異星敵人啦 所以一樣靠我們的這個 異星雙拼 這個真的 very好用 但是我後來發現 康康五貓應該也是 他們的那一份子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還不錯 喔對 我們要帶小鷹 小鷹跟那個粗號機的話 我現在應該都會選小鷹啦 因為小鷹他可以就是打那個 地板的那個褲頭 那真的是很重要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用這個不死熊的字 給轟死了 掰掰 可以 哇 狂轟 不會一直就直接轟到底了吧 我的靈羊咪咪都三巴掌耶 他今天很兇喔 他兇到不行耶 我的天啊 完了我這邊應該也是沒得存錢了 這兩隻莫名的不知道在兇幾點 你知道嗎 靠兇爛 真的是兇爛耶 我的天啊 有夠兇耶 我的天 然後這邊沙巴先派這邊走起 不過我們這邊沒有帶上那個耶 這隊伍是沒有帶上那個天使跑的 好 直接開地 然後 靠人力貓貓跟我們沙巴先派 你看有沒有 打一星敵人 一星雙拼真的很爽 我真的假的 真的是很爽 用的隊真的是爽到一個歪掉 不一定一定要我們就是我們超級貓貓 一星雙拼 真的是從哲平剛玩厲害到現在 這邊有一個不死壓壓出來了 好 幫他補助了 這邊沙巴先派 可以用到這個大象就可以了 還沒有這個死前復活還行 這關基本上二星而已啦 所以整體來說還行 不會太恐怖 給加布可以開起來 給他開起來 沒看 一下就是把那個地星有星星大象直接給弄完 沒問題 主要來說是因為我們這邊還有再加上一隻小鷹跟這個不死蠢 完全是太省了 手到一個不行 nice nice 愉快的這個強制勞動 你只要把那個異星有星星的那個大象解決之後一切就好處了 沒有問題 輕輕鬆鬆解決 最棒的地圖 爽啦好不好 再來是什麽 西瓦斯鳥 西瓦斯鳥一隻鳥都沒有 然後裡面有我們就是那個 剛吸一腳 來 面對現實 居然還有剛吸一腳的 我的天 這個是一拖拉苦來喔 然後裡面的話基本上西瓦斯鳥 我記得還有那個天使那個豬豬 那隻好像也頂麻煩的 先存點錢包好了 哎呦 哎不是 哦貓同意好像走比較快哦 先用魚人貓 魚人貓先解決 應該就可以生很多錢了 哦nice 鬥武獸這個打得不錯 哦天 完了 來了 完了 完了 哇 先準個 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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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哇靠哇靠 哎呦 完蛋了 完全搞錯了各位 哇哇哇哇這不會開加速啊 這會死掉 哇靠 哎不是 天使豬也太恐怖了吧 不是238滴 哇 哭死